大家早晨 今天是2月22日 星期二 其實2月份剩下交易天真的不多 連在內只有5天 下星期一已經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星期五就是積月期止結算日 星期四就是積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星期三和今日這兩天很淡的角力會進一步明顯 當然按照現在的視況看 淡倉應該是首執的主導權 因為第一,恒指已跌穿10、20和100天線 第二,指數亦於昨天創了今個月的新低 簡單說,整個市已經進入反覆逐步下市低位格局 先看看昨天的市況 昨天早市先低開218點到24,109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而見過24,231 但沒有法資再推進 因為市內零碎的沽壓不斷湧現 到下午時段,指數更加一度低見23,998點 即是這一刻跌了329點 不僅僅然有 motivation 但目前的行動也創了異份的新低 即是異分值至21分鐘 則整個while的形態上是由先高而後低 指數是从10.0的高比25,050 持續降至昨天 última日的低位 整个月的要求 简单说 在先高厚低形态主导之下 大市是很大机会会进一步向下 找到今个月的新低 这是刺激一 第二就是经过昨天的一轮反复下跌之后 指数已经顺势补回 今个月4号位流下来的下降裂口的一大部分 但还有一局是介乎23,975到23,998点未保 这23点的上升跌口保不保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不过大市既然持续反复低迷 有个三点准备 再进一步保跌口这个机会是相当大的 而第三个就是大家要留意 在上周五收市的那刻 指数是低收在10、20和100天线之下 而昨天亦都如是 即市连续两天是反复低收在10、20和100天线之下 技术上、形态上再向下望的移动线 就剩下了一条50天线 大概在23,931点左右的水平 即是说沽默论用今个月的形态去看 移动线方面去看 市都是反复大远 而且是属于一个逐沉低位的格局 所以任何短炒的行动 这两分钟应该是忍忍手 暂时来说不要做任何部署 留多些现金在身边比较好 外围方面局势一样不明 好像纳指和杜指持续反复回软 烏克兰局势仍然持续紧张 打不打其实已经成为市场的焦点了 更重要的是 事件一天仍然在扰让 其实大市的气氛只会越来越保守 在这个环境 根本上就不是短炒 或者大手抵护的机会和时间 再说 香港疫情持续仍然紧张 因为政府又说要加紧的措施 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是紧 如果再加紧 收紧的话 市面经济动力的活动 将会进一步收压 在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气候之下 股市要升 今上是谈何容易 是不是 既然是看不清的话 暂时来说 尽量保留研究迷身 当然知道如果真的进一步跌穿了50,000线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就要退守到小图上的小商底 22,665点和22,709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了 早市分析 我就讲到这里